大家好,我是鱷魚眼神 我今天繼續帶給大家 明朝1.3首暗人領域會變色 空中放召喚,又急傷害爆炸 1.4尊強度增加 向里耀帶回家需事先準備 1.3首暗人強度超魔 用到2.0沒問題 1.4卡池成女主角 是一家長刃上女來了 今夕,長尼復刻時間曝光 明朝1.2下半,卡池即將到來 除了新五星角色向里耀外 1.3卡池的首暗人 又胡這兩位新角色 也是很多漂泊者們比較關心的 不僅如此,後續卡池 據說還會有春 等等等角色登場 本期就後續卡池角色等相關消息 一起來看看吧 首先要說的就是1.3卡池 各位開拓者們比較關心的 首暗人相關消息了 根據最新的消息來看 首暗人的領域有三個階段 每個階段的顏色也都不同 簡單來說就是,首暗人的強度很高 大世界體驗也非常不錯 就目前來看,還是非常推薦抽取首暗人的 因為下一個乃輔登場起碼等到2.0以後了 畢竟一個為李奈是真的不夠用 而說起後續1.4卡池角色登場的安排 也是很多漂泊者們比較關心的 就最近網傳的相關消息來看 1.4卡池會有兩位新角色登場 分別是之前提到的煙滅新春和燈燈 其中,春目前的說法是主C 武器是殉刀 之前也有提到 還有一位新角色就是燈燈了 燈燈的武器是常刃 體型介於蘿莉合成女之間 也就是所謂的少女體型 各位開拓者們 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 至於1.4卡池復刻角色的安排 還是之前提到的營靈 今夕,常立復刻的概率還是比較小的 好啦,以上就是近期卡池角色消息的相關匯總啦 感興趣的漂泊者們 可以期待一下後續的相關消息哈 明朝1.3首暗人可以說 就非常值得令人期待 作為第一位五星限定奶媽 很多漂泊者都直接一拥而上 準備把這位角色帶回家 主要超高的顏值和不錯的技能 讓不少玩家直呼 後續版本出的角色顏值要和他看齊 大佬也提到了領域三階段會變色 一段藍色,二段紫色,三段金色 每一個顏色對應不同爭議效果 新式C中短暗是脫手召喚系的 可以空中召喚,看樣子還是比較不錯的 希望上線後不要讓玩家失望就行 另外有大佬放出消息就是 有壺非常值得抽取 雖然是一個四星角色 但是傷害可以說爆炸的存在 機罪看似隨機 實際上貌似可以使用某些腳本 固定打出傷害最大化 就等著後續具體技能解讀放出了 據說是一個新的六星戰神存在 現當圖一了看待 1.4版本中新增的煙滅大C星村 可以說讓不少漂泊者 有著想抽取的意願 畢竟現在今夕罪異角色成為了主流輸出 村的人氣角色也不差 但就是沒有具體技能消息放出 論壇上大佬說 村現在強度還在增加 玩法上也是值得期待 向禮要還有幾天就要帶回家了 不過有一些沒有做任務的小夥伴發現 向禮要是要完成任務 且達到一定是活動值才能帶回家的 7號就能見到向禮要的 所以各位沒達到素質的漂泊者要加油了 以上就是本期明朝最新資訊 所愛人這一角色不少大佬都推薦抽取 否則下一次出五星限定奶媽 估計2.2版本左右了